今天的主题是最新的iPhone 13要上市咯 到底要怎么买比较划算呢 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当下选择分歧的话 请你就这六家银环的卡片来做选择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每年的秋天啊 其实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中秋节 不是 其实就是iPhone它的这个最新的机种要上市 那每一年其实大家都已经 很习惯说会有一个新的发表会 那么不意外的其实 这两天大概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 也看到很多人在分享 就是最新机种的规格 然后就是怎么购买之类的 那今天呢 我们也来蹭一下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么去刷卡回馈最高 至于它的硬体性能 还有你是否要决定购买 这个就你自己做决定了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我不会买 为什么 因为它跟去年的机种实在没有差多少 所以你去年有换机的朋友 你今年倒不见得一定要换 特别类似是12 Pro Max的升级版 就是有更好的那个拍电影的感觉 我的天哪 我用了这个iPhone 12 Pro Max 我根本就没有拿它来拍影片 或者是做这个所谓的节目好吗 它都讲说你可以去拍电影拍个销 所以一般人其实真的不太需要买到那么顶级 要买到那么顶级 唯一只有一个就是爽 你觉得爽你就买 你有钱你就买 因为这次好像最高是54400 1TB然后5万4 如果你有很多钱你觉得没差 你当然可以撒下去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你就是再买一个次等级的机种 其实差不了多少 我最后真的是觉得 就真的没有差多少 那你如果没有常常拍影片 没有常常拍照的话 你这个512GB都用不完了 不用升到1TB 升到1TB我个人觉得 你最后也是把它空着 那网路上你之后要转手卖掉 你也很难卖 我说真的大概是这样子 那到底要怎么买比较划算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通路来考虑 第一个是官网 第二个是购物网站 比如说PC Home或某某或Yahoo 都会同步开卖 第三个就是电信商 你已经想好你要在哪一个做订购吗 基本上我自己只在官网买 只在官网买的原因很简单 有14天退货保证 那如果你对于你的商品 如果出了问题之后呢 要换整心机 你觉得没有差 那你就可以再请他通路买 好这中间的差异就是这样 14天退货保证非常的重要 那在官网买的话呢 可以刷Visa跟MasterCard 只要你的信用卡公司 有推Visa或MasterCard 你拿来刷都没有问题 JCB不行 JCB的话你只能够到 Apple的实体店面去买 比如说101店 或者是原版信音那边 外面的那个店有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你网买就只能够用Visa或MasterCard 所以其实已经稍微有点受限了 那再来如果你想要有分期功能的话 他只有六大银行有做分期的这个服务 比如说花旗中信国泰 玉山台新台北福房 如果你这六家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的话 你就只能够就是用卡片直接刷 那能不能够分期呢 是你自己要看你的卡片的性质给不给分 那如果你要有的是刷卡的当下选择分期的话 请你就这六家银行的卡片来做选择 那也提醒你 有一些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回馈 是只要一分期就没有的 比如说花旗跟中信 只要一分期就无任何的现金回馈或红利点数 请你不要用这两张卡片来刷 因为他们也没有多好好吗 那要的话你可以考虑用国泰或玉山或台新或台北福房 好讲完官网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细说 那第二个购物网 比如说PC或某某某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经验 之前常常在讲就是 有一些网购的活动 你可以透过这个购物机的购买 然后来把你的这个刷卡的折扣给累积到账上 比如说中信英雄联盟卡 每个月可以刷5556元 那回馈555 你如果从2月3月4月 你一直出到9月 我相信你现在多少 2 3 4 5 6 7 8 9 7 7 5 3万5 3万5 你3万5现在拿去买一只新的 基本上就是整只九折 是省蛮多的 因为这样是省多少 7 5 3 5 整个3500 跟我后面算出来的都还要便宜 所以你如果是用这种聪明的方式 就是事先就先预备除 除在除质金或红利金里面的话 现在来做买 这个iPhone 13的动作是绝对划算的 但如果你都没有在除的 那不好意思你现在就来不及了 因为过去的就不能够去重新除质 这样子 那MOMO一样 MOMO一定也有开卖抢购 你也可以就是透过这个 中信英雄联盟信用卡的10%回馈来做除质 那么用除质金来做购买的话 你可以节省最多的金钱 如果都没有做的话呢 那不好意思 你就算了 因为没有其他什么网购神卡 一刷下去就有高回馈的 没有 像玉山的Uber卡 它也就是3.8% 一个月只能刷5600 超过就零回馈 那你一只iPhone拿来5600 不可能有5600 但你还有一个搭配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在PC后买东西 那这PC后里面的品项 如果是3万5的话呢 你刚好你的购物金有3万块 你可以抵掉 那剩下的5000元 就使用Uber卡来做支付 那你就可以拿到当期的Uber回馈 然后还有你之前 用这个中信英雄联盟卡 出资下来的回馈 那如果平常都没有未雨绸缪 没有先做这些 出资金准备的朋友 那我劝你再跟我买就好了 第三是电信商 电信商的话呢 因为他们都会要求绑约 所以他 你可能要仔细算一下 因为他的合约 比如说你是只有1388的方案 1388要绑两年 你就要1388乘以24 这是你要付出去给这个厂商的钱 然后再加上一只机子的费用 那当然你绑的越贵 你要付的机子的费用就越便宜 但是让你摊下来之后 它不见得比较划算 像我现在所使用的中华电信的方案是 好像是三年前的母亲节的方案 好像是499 499的方案其实结束之后 他给我的是一个500多的方案 那就是4G吃到饱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不太贵 但如果你用的是电信商 现在的绑约方案的话呢 你必须去算一下 你每个月要支出去的电信费 有没有超过你的预算 因为说真的我不太想要 就是在电信费上面付了一两千块出去 只是为了一只机子 那我里面用空机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划算的部分 那你如果确定要在电信商里面做消费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使用 比如说中华电信的话呢 就用中信的中华电信联名卡 至少有3%回馈 那如果是远传呢 你就可以使用台信的远传联名卡 也有3%回馈 那在台湾大哥大的部分 你就可以用台北富豪推出来的台歌大迪明卡 也有3%回馈 这个是给你要在电信商漏页排队 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漏页排队了吧 没差啦 我觉得 然后人在 现在应该比较少有人在那个 信医区漏页排队了吧 因为我觉得 最近这个好像都 好像蛮 比较少去出现这种所谓的代牌 代购 然后额外加收费用的情形 因为你要你网上订其实都有 那刚刚有解释过就是为什么要在官网买的原因 因为你只要在非官网的通路买 你只要一离柜 一拆开 或者是东西一到货你一打开 马上就是只能够用换机来做处理 如果有任何瑕疵的部分 所以这一点是消费者权益上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受保障的 我就不推荐 那再来 如果你要在官网购买的部分呢 我有几张卡片推荐给你 你参考一下 这首推的一定是高回馈趴数 再加上分期有回馈的部分 所以高回馈还要有分期 分期如果不给回馈 我先排除了 所以花旗跟中信不在这一次的推荐之列 因为他们只要一分期就无回馈 那他的基本刷卡回馈其实也没有多高 我就先放旁边了 为什么呢 最后你就知道了 那第一个是国代世华的COCO联名卡 国代世华的COCO卡 他在三年前是我们大家俗称的网购神卡 那现在呢 他因为有一个低效5000的关系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省 但如果你买的机总 大概是在3万块左右的部分 你可以在官网选择分6期 那3万除以6就是5000多 刚好符合他的规则 所以就是每个月至少新增消费 5000块以上到6000块以内 可以拿到5%的现金回馈 那你这样子买下来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吃到5%的现金回馈 也可以分6期来做这个分期消费 让你每一期的回馈都拿得到 那也不用再额外去刷卡 但如果你是买2万多的机总 你就特别注意了 因为你分6期之后 你可能还要再额外刷卡 才能够凑到这个5000块 这是他的门槛 那讲完第一张之后呢 第二张推荐的是iLeo 第一银行推出来的iLeo信用卡 其实沉寂了一年 因为之前真的很烂 讲到后面忘了前面 之前有录我们的节目跟你分享过 所以后来我都不提了 又什么 因为实在太复杂了 但他这一次呢 在9月份重新回归 他的回馈就变得还不错 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额外分享 那现在刚好趁这个节目 仔细的跟你讲一下 他是0.5%基本回馈 再加上Apple Store的购买 有1.5%回馈 这样就2%对不对 那他还有一个行动支付加码 是在Apple Pay 3% 所以加起来就是5% 所以这个5%呢 他也是可以 以分期入账金额来做计算的 那他的分期最高可以分到三期 你的每一期的交易金额 大概是1万块左右 都可以拿到5%回馈也不错 你就可以自己稍微去计算一下 那么每一个%数的回馈上限呢 在官网都有 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三张 也是我很常用的 就是联邦银行的赖点卡 之前啊 我们有送粉丝朋友一些iPhone 我那时候都有自己刷卡 我就是刷这张 这张我有刷过 他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联邦赖点卡国内消费2% 所以你在官网直接刷赖点卡 就是给你2%的点数回馈 那么在联邦银行的官网 他们自己有推出所谓的银行分期零利率活动 就是一定金额以下呢 就是分六期 但是一定金额以上 好像两万五以上就可以分12期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2% 再加上最高12期零利率 用这种方式呢 你也可以拿到蛮多的回馈 如果你要求的是高分期回馈的 这个期数的部分 那联邦的这张卡片 我是觉得还不错 分12期再加上2%都有 那如果你上面三张你都没有的话呢 再推荐你第四张 就是台北富邦银行有个数位生活卡 这个应该是老骨灰才知道了 这张卡片的话呢 就是数位通路消费2%回馈 那在官网可以选择三期零利率 所以你一样可以拿到 这个刷卡金额的2% 再加上三期就是依次回馈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推荐排行榜呢 分享了四张卡片 它是有高回馈%再加上分期皆有的 那你本身如果没有资金上面的 这个需要调度 就是你可以刷一笔 然后一次付掉的朋友 我就建议你这个 不分期高回馈排行榜 一样有四张卡片 提供给你参考 应该是五张 我选了五张 这五张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去看一下 如果你钱都付得掉 只是想要透过刷卡来拿高回馈 这是可以的 那我们以这个iPhone 13 Pro Max 1TB来算 54400 就是一口气要刷5万4 怎么拿 可以拿到最高的回馈 我就一个一个算给你看 第一个 永丰必备卡 为什么推荐永丰必备卡 永丰必备卡的Apple Pay呢 可以享有最高6%的这个回馈 那它的月上限其实是刷2万啦 那你超过2万的部分 只剩下这个3%的回馈 所以6% 3% 然后回馈区间都讲给你听了 应该很清楚嘛 所以你的算法很简单 就是你的总金额 54400的其中的2万块钱 可以拿到6% 那超过的部分呢 就是54400减掉2万块之后 是34400乘以3% 你这样算出来的数字是多少 是2232 就是刷必备卡不分期 直接拿2232块的回馈 还不错吧 因为至少大概就是几% 可能是5%左右 就是你的刷卡金额的5% 就打95折 所以这档卡片其实非常的好用 但如果你这个月份已经有刷必备卡了 那你那个额度就会再往下调 就不会拿到那么高的回馈 第二张比较推荐的是 3%无脑卡 就叫做永风Sport卡 永风Sport卡呢 它是2%无脑刷 但是还有一%加码 一%加码是 你要就是使用这个 比如说Apple Watch 就是所谓的运动装置 每个月燃烧7000卡路里 那么你只要它的APP上面 汗水不白流的APP 上面有确认你有做这个消费 那叫什么 燃脂 你有做燃脂 有运动7000卡路里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1%额外加码 这1%加码一个月上限是600 所以等于是6万块以内都是3%回馈 所以这张卡片拿来刷iPhone 13 Pro Max 刚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5400再乘以3%是多少 是1632 所以可以拿到1632元的回馈 也不错 那第三张是玫瑰Giving卡 玫瑰Giving卡去年拿来买iPhone 真的很划算 因为它有17%回馈 怎么算都不会输这些卡片 你看算下来 永风必备卡这个过去才可以2232元 可是去年的Giving卡 它给你的可是3800元的回馈 真的给蛮多的 那今年就没有这么厉害的卡片了 那也提醒你要在节假日刷卡 就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然后在官网刷卡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3%的回馈 所以5400乘以3%就是1632 就是这样子而已 第四张要推荐的是星光的环宇卡 星光环宇卡的话呢 它是Apple Pay 有额外2%加码 那基本刷卡回馈是1% 那新户 新户申请的话呢 30日内的消费 行动支付加码8% 所以最高可以来到11% 所以提醒你你在结账的时候 请使用是Apple的APP 是可以直接在线上做购买的 那你在线上做购买的话呢 用Apple的手机就可以直接用Apple Pay 那么就可以吃到这些回馈 那最高是可以拿多少呢 就是Apple Pay的500 然后再加上这个 行动支付新户8% 也是可以拿500 然后再加上无脑1% 所以是500加500加544 加起来就是1544 哇这1544算起来 还是比永风Sport卡的3%还要低 所以这个数字这样算起来 其实就差蛮多了 那最后呢 有一张卡片也是蛮有趣的 叫做凯基银行的摩拜卡 它写的回馈是8% 不过它的计上限只有320 所以算一算之后呢 它只能够回馈880而已 跟刚刚讲的就直接就 拦腰卡一半 所以呢 用这个数字这样算出来给你听 你就知道说哪些卡片 是有竞争力的吧 其实永风必备卡真的很好用 那张卡片直接单刷 你拿到的刷卡 贵金其实就是几千块了 那蛮多的 但是如果你要分期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使用coco卡 这个coco卡是老牌的网路购物神卡 网购神卡 那现在呢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呢 拿来做分期其实还不错 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完了这集节目 相信你在稍晚 因为它在17号就可以开放 大家来做这个线上抢购嘛 那希望你都可以抢到 你想要的几种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拿到 好吗 那如果你对这一集 有其他的想法 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非常欢迎你 赶快来抖内一下 50块不嫌少 100万不嫌多 然后呢 我们就会在下一集的节目 帮你念出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放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